本来我是觉得其实 没有必要急着一定要去 但是 至于说很多人担心去了会被扣红帽子 我觉得不用担心这一点 反正你去不去 你红帽子早就戴得好好的 都是一样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而是现在是不是去的最好时机的问题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立院工榜 所以那个时候我听说他要在院会期间去 其实我是不太赞成 他已经把时间压缩到这个 那他现在就是 他现在就是今天晚上 结果院会结束 他就跑 跑了这听说 听说啦我不晓得还不确定 听说要做礼拜天晚上7点50分的飞机回来 我也是听这样 礼拜天回来 是啊 听说是这样 所以就是完全就是让民进党没有可乘之机 那当然这就变成他们自己会很累 那当然也行程如果这么赶 大概见到的成绩也不会太高 讲实在话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就我了解大概就是因为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有接到讯息 因为上次习近平跟 马亦有见面的时候已经释出了一些善意 对 所以说国台办啊 这边已经开始要落实一些东西了 所以可能会对台湾开放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 其实不是只有国民党要跑去 民进党没看到赖兴德马上讲了 说党对党要交流要沟通啊 那奇怪了 民进党讲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国民党奖就变成卖台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再来讲如果按照同样标准 赖兴德也在卖台啊 你不是说老共都包藏获薪吗 那你还跟他交流沟通什么 有什么好沟通的 你要释出什么善意 没什么好善意啊 而且我觉得赖兴德释出的善意很搞笑 你说你要跟他党对党沟通 然后你把管碧琳留任海委会主委 你在干嘛 你是大陆人的话你看到管碧琳还留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赖兴德说要对我表达善意 那会相信的我看到应该赶快去医院挂号一下 不是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去讲中有的没的 那重点是那个傅昆琳能够带什么回来 据我所知他们可能会带一些比如说旅游的开放 对听说是这样 那农产品那些其实还是小咖 其实对话言来讲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农产品就算大陆愿意收 你恐怕送不出去 对运不出来 对啊 因为最近震成这个样子 然后说刚刚下又下这么大雨我还有点担心 苏花那边不会又崩了几块 铁路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对啊 铁路是安全 但不要忘了 4月3号之后两天 那个大石头滚到铁路上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因为你常做苏花 苏花那个铁路就知道 那个铁路就是沿着山这样穿过去了 所以 这危险性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农产品那些恐怕都不是 是最要紧的事 重点就是观光旅游啦 可是问题是观光旅游不是花莲就可以决定了 老共愿意开放我们愿不愿意开放呢 这就是个问题啊 所以如果说大陆这边开放 我们不开放那就要打党花莲人的生计啊 真的 是啊 是啊 那你以为党花莲生计赖清德做不出来吗 你去看看这次总统大选得票 花莲是非常少数的哦 那个国民党在那边碾压民众党跟民进党哦 你赖清德跟柯文哲加起来选票还是输给侯友宜 那边差距是这么大的 所以你觉得赖清德会很在乎花莲吗 花莲只是他利用来斗争的工具而已 他绝对不在乎花莲人的死活 所以现在傅宽奇为什么要赶 因为他赶了这一日去之后 因为520之前赖清德绝对不会对大陆 用太过强硬的态度 所以呢他如果把大陆要开放这个消息带怀 那就是看你赖清德要不要开放啊 如果你赖清德不开放那就是你对不起花莲人 我觉得傅宽奇是要在玩这个东西啊 那可是 我认为赖清德也不是沈尤尔登啊 他恐怕就给你模棱两可在那边 在那边我们是有善意的啊 只要大家愿意对等来谈啊我们都愿意谈啊 然后讲个半天都没讲一样 那到最后就一直说拖拖拖拖 拖拖后来没有实质的开放 我担心的是这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双方都没有说我真的不要开放 但是大家就是就是跟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样 那我我个人认为啦 这一次大陆恐怕是最后一次对台湾四处三一 我是这样说最后一次 也就是 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 他 既然跟马英九见面了他也告诉马英九说以后可以多来常来啊 就也跟大酒学堂这些年轻人来讲 要常来然后就叫大陆的年轻人也常到台湾来 那如果连这种东西台湾这边都要拒绝都有 疑心的话 那对习近平来讲 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那既然和平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那他就别无选择 不就这样而已吗 对他在他们那边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看民进党怎么接招 可是我认为民进党的接招方式 还是不脱那些老套 因为真正实质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给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因为他给的话 很多人 他对很多人会无法交代 所以接下来就看赖清德 到底是想当总统 还是想当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就看 民进党先出手 主要是陆委会 现行法律的规定 如果副总招要到对岸谈判 只要涉及政府公权力的事项 但没经过政府授权 谈判结果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那么民党团 民党的立委们 也在抨击 包括说副总招 可不可以公布这一次前往中国要见谁 做哪些事 以及有哪些人同行 蓝白封杀 沈柏扬所提出的修法 是否和这一次前往中国大陆有关 马英九见了习近平 国民党就提出修反渗透法 请问国台办是不是国民党的太上组织呢 沈柏扬委员他说 副总招 卡花莲重建三部取 第一部就是盘点卡关 第二部透过 赈灾重建条例来卡住中央资源 不能够到灾民手上 第三部就是将中国的资源带到花莲 行速统战在地协力者可以谈到很好的条件 中国才是最照顾花莲的国家 一步步让台湾陷入无法重建的状况 建立与中国的紧密关系 那么这是知名 团购电商的这个业者 486先生 他也说了 日前捐献到花莲强证 赈灾款200万元 他说看到花莲出身的国民党立委在灾情如此惨烈的情况 还执意要前往中国 也没有看到有人出来抗议责骂 所以请同仁跟捐款单位 说明 退回捐款 我忍不住要退潮 吐槽 好不好 你捐款还在管政治 那就证明你捐款的 动机不纯正 其实 常把这一次的花莲地震 然后想要跟台南在2016年 的时候 0205的地震拿来做比较 如果论规模的话 论强度的话 花莲这次远超过那一次的台南 也同样都是有整个房屋的倒台 有人员的死伤 这些情况都是一致的 那不一致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很想问 那一次张善政去了几次 因为同样都是 政党 当时的行政院长快下台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这个总统大选也选完了 已经没有什么说 选举的因素大家要急着到灾区 然后去表演 其实纯粹就是 你对于灾区 到底抱持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心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 我希望大家拿来做比较 2016年张善政去了几次 他是提供了多少行政资源到那边 那我想问 陈建仁去了几次 陈建仁有提供行政资源吗 我每次想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不要再告诉我盛其事 连人性都失去了 因为你拥有最大的行政资源 你可以做最多的事 张善政那时候 自己知道 因为那时候都政党轮替 他不可能再当行政院长 他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然后提重建条例 然后到立法院 然后人不断不断的去跑台南 第一线 要资源给资源 要协助给协助 然后号召全台湾去捐款给台南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一次行政院正在做对花莲做什么事情 重建条例 在立法院谁卡关 请问一下在立法院谁 say no 民进党团呢 那最明显的就是 那你陈建仁去了几次吗 大家点算一下好不好 我都不算总统 我不算马英九跟蔡英文 马英九 马英九当天 上午就到了 9点钟就到了 请问蔡英文隔了多少天才到 我知道 因为这刚好是形成强烈的对比 因为台南 大家也都知道 反正国民党拿到的就是连三层都不到 那一次 他拿那么少的票 可还是全力的去付出啊 因为都是同胞啊 可是这一次民进党是怎么对花莲的 还有那些侧意是怎么对花莲的 所以我只要一想到这一次地震 然后你去拿来跟2016年的 0205的那个地震 你一做对比 你就会很强烈的去 感受到说 人是怎么样子的失去人性 然后去分蓝绿 那接下来我再讲就是 我对于傅昆奇要去大陆这件事情 当然去啊 我认为国民党要去到民进党都懒得骂 真的 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次 当时呢夏立也要去大陆去啊 你知道民进党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吗 反对的理由是说 那个美国现在那个间谍气球啊 这个时间的时候你怎么会跑到大陆去 美国发现那个所谓的间谍气球 他们还拼命的要求要去大陆 那你有什么好 因为美国的间谍气球 然后台湾就不准去 可笑至极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 那你不要 怕戴帽子 我觉得国民党就必须要 每一次去 去到连民进党都懒得骂 为止 你要把这一条路 载路走成宽路 走成深刻的一条路 这是我基本上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如果会期期间 你碰到到时候表决你人不在 然后你跑到大陆去你一定会被骂死 这是你自己要担的风险 但是我后来听说说 傅昆琪 好像听说本来就有订三班的班机的机票 然后最早的是今天下午4点 然后最晚的好像是晚上8点多的样子 反正anyway就是 就是给你熬到最后 然后大家再一起出发 好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订机票 这样订三班 到底是怎么跟航空公司谈的 anyway是如此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急迫性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习近平跟马英九见完了之后呢 然后谈到了 希望大陆同胞多多到 宝岛台湾走走 他讲完这句话 其实就知道观光要动了 但是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相信是没有定案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地震之前 那我觉得地震是赶到了这个时间点了 你发现了 我也许可以用这个理由 给予花莲的观光 一个新的活力来源 要不然你知道说 现在花莲 它的订房 到10月底之前 已经不到5%了 那花莲当然观光 我们都知道花莲观光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不是说 你很危险叫大家去 不是 你一定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然后希望大家 那只针对几个安全的地点 可能泰鲁哥没办法去 可是七星潭可以 可能你又有几个地方 山区你不能去 海边可以去 所以就花莲的观光的生计 越多越好 来源越多越好 我相信这一点是 如果 如果现在中央在这个地方 东卡西卡的 那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我们民间的很多的捐款的人 还要分说 哎呀 因为你知道 连日本 你知道日本的捐款 他们没有分离台湾蓝绿 可是在日本的网络上面 会有网友发动说 不要捐款 说因为那是蓝银指挣的 这么恶劣 这么恶毒 对 真的 我当然我不知道说 发动者是谁 来源是谁 我不知道我日本的朋友传给我看 我其实是很伤心的 我在想说 人到底要如何失去人性 才会做这种事 所以我才会特别去关心 花莲 这本来不应该拿来做对比 因为都是悲剧 只是说 面对悲剧的时候 我们到底拿什么事情 作为优先事项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肾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肾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 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 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 GRAS 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 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 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